我有提到如果说我今天要画出像这样一个图形 那里面重点大概不外物第一个 我必须要给它两个list 最基本的就像刚刚讲的 这两个list来源特别重要 像这个exo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csv档 yso也是一样 那这些数值的话基本上是放在我们的 有一个档案叫做read402的这个档 所以你可能要先预先怎么样 把这个read402这个档 先把它放到我们根目底下 那我把它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里面的话基本上 它这里面其实就是放什么 放一些哪一个日期 比如说2019的6月14一直到6月22 然后旁边有一些数值 哪一天哪一天的数值 OK所以将来我们希望把那个A栏的这些 A栏的资料把它当成exo 然后B栏的话来当成y主 OK所以其实最基本的一个图形 那你可以把这两个读进来之后 分别放在两个串列里面 就刚刚那个有没有 所以这边注意哦 以后最少你要能够很快的把折线图画出来 所以第一阶段就是把这个A里面的资料 放在一个所谓的串列 比如我们这边有个串列名称 假设我这个放在哪个串列呢 放在X的这个串列里面 那Y的话就放什么 放第二个资料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能还注意一下 这个是日期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float 也就是你转型的时候不能用int 如果你用int转型的话 那可能相对的里面的小数点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两个资料 读到第一步 一定要先读到哪里 读到我们城市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画图之前 你一定要能够取得外部资料 那通常是放在哪里 放在一个档案里面 比如说CSV 那未来也有可能在资料库 未来也有可能在网路上面 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些都有可能来源 反正这些我们前面都有讲过嘛 不外乎就读档 OK 所以这边其实前面是读档的复习 那另外就是也许你将来也可以从资料库 比如说你也许可以把之前讲过的 把资料放资料库里面 再从资料库捞回来 slate回来东西 再画个图 也一定要会 不然的话 其实未来我觉得用的比较多 还是通常是放资料库 再把资料库里面的资料捞回来 再去画我们的报表跟图表 OK 所以这个后面 因为我考试好像没有考到 从资料库捞资料这一段 所以你也许可以自己找个时间 把前面 有没有 seqlite 甚至我们有讲到 那个什么 myseql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常用到 还是从类似像myseql 因为大家的资料都会放那边 那你再把大家每天 或者每周 每月 每季 每年 产生的data 你要捞回来 你不是说自己 自己做 你自己产生的data 能够做什么 对不对 通常是放在一个data base里面 但是其实不管是放哪里 它的样子一定都同样 反正一定是哪一栏 然后什么资料 对不对 那你要先去把需要的资料先产生 再去 所以报表先产生之后 再把图表再把它画出来 那未来当然图表可能有好几个 所以你可能要不断的跑个回圈 把你需要的资料先产生 然后图也顺便产生 甚至自动产生 一段时间自动都输出了 OK 那是最理想的状态 OK 那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我们可能要面对到问题 就是 如何把这些资料读进来 因为它是个CSV 那读的方法 其实呢 在因为证照考试已经提供给我们一个写法了 不过这个写法可能有同学看了会不太习惯 所以我上面有把它改写 那写法基本上第一个 我们还是用我们习惯的写法好了 那用Viz这个 我把它先mark注解掉 我们先用我们之前写过的方法来讲解 应该大家会比较能够感觉亲切一点吧 OK 这个写法我想我们之前做过很多练习 那等同于下面的写法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程式要不要学很多种 其实不用 我觉得大概你习惯的方法写就好 比如说因为这个考试它就是有固定的标准答案 所以如果你要拿这个证照 那你就是要知道说它标准答案是什么 OK大概是这样子 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我们要怎么读档 一样嘛 Open嘛 所以你会发现用Open这一招很好用 不过底下它是用什么 用CSVReader 如果你不喜欢用CSVReader 因为有时候我也用不习惯 我干脆用我自己喜欢的方法 赶快把它写出来都OK了 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那个写的习惯 你变成说如果你要学 所以像很多人各招都学 最后一招都死不出来 他也学什么 用那个我那种Open的方法 然后也写CSV另外也可以用Pandas也可以开 可是最后发现我该用哪一个呢 OK 所以最重要的是 反正你就用你熟悉那个方法就对了 还有一点 如果你要能够更上一层头 尽量是想再去想说哪一种方法最简 我的习惯是哪一种写法最精简 那你就用那个方法 如果用Pandas最精简 那你就用Pandas 如果不是 那不然你就用你习惯的方法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即便是精简 但是它容易产生bug 像Pandas有个很大的问题 它的党名不支援中文的 OK所以如果你用Pandas 而且书上没写更妙 所以我生人就死 没错啊 我怎么写都对啊 没写错啊 怎么一直卡住了 后来把它改英文档 可以Walk了 神奇了 OK 所以才发现 查一下 因为它不支援中文档 那怎么办 还不如用自己习惯的 虽然可以 但是 OK会有一些容易出现的bug 所以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读档 不然就把这个读进来 用realize 所以你看我习惯用realize 而且realize还蛮好理解 丢到一个串列 然后把这个串列里面的东西 逐一逐一的取出来 这个line就是 其实这个line 基本应该可以懂吗 我们已经讲 line的话就这两个 这个是先把 这是list一是指的是 这边全部的东西 那这个line的话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一行 这一行 把它读到哪里呢 先读一行 读到这个line里面 对不对 然后这个line里面 因为它有两个东西 那你必须怎么 把它切开来 那切开来怎么切呢 用split 它中间就是逗点 切开来放在z2 所以z2里面变成 就有两个东西 这个跟这一个 那如果我要把 这个放到a里面的话 那就是x.append 把什么呢 把z2里面的第一个 那就零 OK 那第二个的话 基本上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 这个的话 基本上它是一个小数点 所以记得它 切 split之后是自串 所以你现在用float把它转型 不过后面还有个换行 就把这个换行拿掉 有没有 基本上xy就有了 那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这个我们应该练习了很多遍 请各位一定要熟悉这种写法 再怎么样 你其他写法不熟 没关系 这个写法一定要非常熟练 因为我用这个 其实用的还蛮 次数我觉得还蛮高的 那底下的东西会不会写到 我是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不是那么重要 看一眼 我先户说 看一眼 是 嗯 我先户说